2018年9月13日 中国政府最高规格慈善奖项 中华慈善奖颁发 美国新兴教育基金会 中美全体义工 获班中华慈善开模 1997年 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侨华人 创办了新兴教育基金会 21年间 基金会持续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 努力让乡村小学 从小而弱变得小而美 迄今基金会已在中国修建了 350多所学校 数量庞大的中美义工团队 为中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 倾注了时间 金钱 以及责任 我们不是在付出 其实我们实际上 回收非常多的东西 新兴教育基金会 理事长丁永庆说 教育本身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关怀 不是点一点水就好 慈善 贵在坚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